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基隆昨天是零确诊 这是本土疫情在5月中旬爆发以来 基隆首度加零 基隆市长林佑昌特别感谢大家 另外在中央7月将拨付的莫德纳疫苗 林佑昌宣布基隆还是以高龄长者 为优先的失导对象 疫情记者会上基隆市长林佑昌公布 基隆市6月27号零确诊 这也是本土疫情升温以来 基隆首度加零 林佑昌特别感谢防疫人员辛劳 及所有市民的配合支持 今天我们基隆加零 这是继5月中本土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一次 也是北北基隆首都生活圈的城市 第一次加零 在这边我要特别感谢所有基隆市民 大家的一个配合 更要感谢所有的医护 还有防疫人员这段时间的一个辛苦 那这一份成果是属于大家的 得来不易 在这边谢谢各位 不过林佑昌强调 北北基陶是同一生活圈 施打疫苗还是最重要的防疫方式 因此呼吁大家踊跃施打疫苗 对中央将于7月1号拨付给各县市的莫德纳疫苗 基隆市能规划以高龄者为主要施打对象 分别在7月3号 7月4号开放 14,088名75岁以上尚未施打疫苗的长者施打 7月5号及7月6号则开放 9,080名72岁到74岁间的长者施打疫苗 我们首波这个莫德纳疫苗的开打 我们还是会针对高龄的长者来优先施打 首先我们规划在7月3号到7月4号 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 我们将针对75岁以上 原住民65岁以上 还没有打疫苗的高龄长者来进行施打 在这个7月5号到7月6号 也就是下个礼拜一跟礼拜二 7月5号到7月6号 我们将针对72岁到74岁的长辈 来进行莫德纳疫苗的施打 这个人数呢 总共是9,080人 9,080人 我们也是分为两个时段来施打 那上午有三个时段 下午各有三个时段 这一部分请大家能够这个踊跃的施打疫苗 形成这个防护力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而针对烧烤店老板家庭群聚案 金融市长林游昌在记者会上表示 已经发出了460通的简讯 提醒足迹与确诊者重叠的民众 主动前往筛检站来筛检 金融6月25号仅新增一例确诊 其中针对案14268烧烤店老板的家庭群聚案 除了公布这名老板发病前的公共场所足迹外 更发送460通简讯 提醒与这位确诊者足迹重叠的民众 主动前往筛检站筛检 因为这个案它的足迹比较多一点 而且目前全家都确诊了 那相关的一个疫调还有感染来源 现在正在厘清当中 那另外由于它去过了包括蔬果店 还有包括全联以及烘焙坊 那所以我们也已经取得资料 将这个会发送460通的这个简讯 来提供跟这个足迹有相重叠的民众 来提醒大家 那也再次提醒 如果有接到简讯的话 那希望能够主动到我们的筛检站 来这个进行筛检 另外金融市6月23及6月24号 开放75岁以上长者施打疫苗 两天下来全市施打率为44% 而对于中央开放18岁以上民众施打疫苗残疾 六昌直言容易引起民众误解 以为疫苗残疾很多 将向中央反映地方的困扰 现在我了解地方的政府 还包括诊所 这个电话是接到报 因为很多民众可能误以为说 这个残疾很多 很容易就可以打得到 那实际上在我们基隆 在这个进行疫苗施打 是不太会有残疾 因为我们的施打点 最后就是剩下那个 一瓶里面可能只剩3剂 最多最多剩4剂 那原本已经 这个中央就有规定 第8第9第10类 这些列策的人员 优先可以做这个后补的施打 所以刚刚在讲 就是每个施打战最多 一天也不过就是3剂跟4剂 那样子会让很多18岁以上的民众 误以为说现在好像残疾很多 可以打到宝 在实物上是根本没有那么多残疾 可以所谓好像很多人可以打得到 因为光是原本规定的第8类 第9类跟第10类都不够打 所以我想这个是残疾的部分 我想这个我们还要 这个把地方的一个状况 也反映给中央 这个可能会造成 大家很大的一个误会跟误解 对于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如果中央再突然临时发疫苗 要搞他 他就慢两天再施打 刘昌回批 柯批拿疫苗绑架民众的说法不妥 我想这个当然是不恰当的 而且不止不恰当 是非常不恰当 那怎么可以拿疫苗来绑架民众 我想这个到底是非常的清楚 记者张琴辰 金融报道 一张规定疫苗残疾优先名单 将以第8第9及第10类的施打对象为主 另外金融市政府也公告 金融库夜市配合第三级警戒 延长到7月13 对于中央开放18岁以上民众 施打疫苗残疾 造成各地出现强打争议及困扰 牛厂表示 金融市目前疫苗施打 以合约医院及施打站为主 为开放诊所施打 疫苗残疾剩余本就不多 他重申将依据中央规定 以第8第9及第10类对象 为残疾优先施打名单 开放所谓的18岁以上 造成很多的一个民众误会跟误解 以为这个残疾有很多 然后可以打到满 那造成了许多的一个民怨 所以因为我们金融其实实际上 执行我们并没有什么残疾 所以我们还是会依照原本中央 既定的一个规定 优先针对第8第9第10类 已经造册的民众来进行 这个残疾的一个使用 那所谓的第8类跟第9类 第10类是什么人 我再次跟大家做一次报告 大家就知道 第8类是感染后容易产生严重并发症 或导致死亡的这个群体 第9类是可能增加感染及疾病 严重风险的这些对象 它包括什么呢 包括19到64岁 具意导致严重疾病之高风险疾病者 还有就是罕见疾病及重大伤病者 第9类的人在全国有多少呢 在全国有387.5万人 第10类是感染后容易产生严重并发症 或导致死亡的50到64岁的成年人 这一部分有多少人 这一部分有530万人 有530万人 所以简单来讲是 每天每一个施打点所留下的残疾 其实在原本中央的规定里面 第8 第9 第10类 本来就已经打不完了 那刚刚在讲 一个是387万人 一个是530万人 所以大家有必要去跟这些人 抢这些残疾吗 基隆6月26新增三起病例 有两例属同一家养护中心住民 对此基隆市长 牛昌也说明对这一家养护中心监控现况 其中 红区及黄区住民已经预防性送到医院收治 绿区住民在6月28第8次裁检 如果没有问题 6月29号将重回养护机构安置 我们已经在6月25号把住民已经预防性的收治在三种以及长根医院 造福员的部分继续留在防疫旅馆持续隔离 也将在6月28日进行第8次的一个裁检 那它的监测期我们把它延长到7月9号 这是有关于黄区跟红区的部分 另外绿区的住民有8人 造福员有4人 那已经连续7次的PCR裁检全部都是阴性 我们预计在6月28日再进行一次的裁检 这已经是第8次了 那预计在6月29号 我们将安排这8位绿区的住民回机构来安置 另外在疫情仍旧严峻全国第三级警戒延长下 加上水管台湾工程也登在进行中 金融市政府在与金融庙口夜市 及爱事录夜市摊商讨论后决定 第四度延长休市 一直到7月13号凌晨再恢复营业 那从原本是暂时停业到6月28号 那经过我们与摊商这次会 还有庙口探班小组这边协调过后 那庙口跟爱事录这边都决定 配合三级警戒延长到7月13号的临时再进赴业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在这里来看屏东仿山出现变异的Delta病毒 结果在盛产期的仿山芒果出现了退定的情况 金融市长与又昌特别发起买芒果停仿山的活动 率先购买200箱芒果力停仿山果农 买芒果停仿山 今天我们都是屏东人 抱着屏东仿山出产的鲜美芒果 金融市长与又昌在疫情记者会上宣布将购买200箱芒 希望力挺这两天因为Delta确诊疫情而出现退定 潮的屏东芒山果农 也借此抛砖引玉 呼吁大家以购买芒山芒果等实际行动协助屏东对抗疫情 我们基隆防疫其实也都非常的辛苦 那潘梦安县长特别送了一箱芒果来给我 给基隆加油打气 现在屏东也正在努力的对抗病毒 那同岛一命 现在就是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相停的最好时刻 买芒果停仿山 今天我们都是屏东人 我也将抛砖引玉 订购200箱的芒果 尽一己之力来挺屏东 也呼吁大家能够多多的消费 来支持所有的农民 面对疫情威胁 牛昌强调没有人是局外人 只有同岛一命团结抗疫 才能顺利打赢这一场防疫战争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卫福部金融医院提醒孕妇 如果要到金融医院接种新冠疫苗前 要先请妇产科专业医师评估 适不适合接种疫苗 并在孕妇健康手册上面注记 作为接种疫苗当天的依据 新冠肺炎疫情依旧严峻 可以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孕妇们 不少人预约到卫福部金融医院 经过医师评估后指定要接种 莫德纳疫苗 有跟医生询问过 有有跟医生询问过 然后医生也蛮推荐 就是可以打这个莫德纳疫苗 为了自己和胎儿的安全 也有孕妇接种疫苗时 非常小心地要求护理师 让他们看一下疫苗的瓶子 确定是不是莫德纳疫苗 我们会给他们询问 然后拿食品给他看 卫福部金融医院特别提醒孕妇 如果要到金融医院 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前 会建议孕期要在12周以上 并且要先请妇产科专业医生 先评估是不是适合 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同时在孕妇健康手册上注记 作为接种疫苗当天的依据 第一个这个所谓的孕妇 是指的怀孕12周以上的孕妇 那再来就是说她怀孕 那她会去这个产科的医生那里 接受这个孕妇的健康检查 所以必须请这个产科的医生 在她的妈妈手册上 要能够注明她是适合 施打这个COVID-19的疫苗 那加盖印章 那有了完成了这些程序以后 接着请您要上网 到网络上去预约 这个疫苗注射的时间 那这三个步骤都必须完备 那就可以照着预约的时间 来到我们医院接受疫苗的注射 基隆医院进一步指出 至于孕妇要施打莫德纳 还是AD疫苗 都是由孕妇自己做决定 而目前只要符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持续开放符合资格 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各类民众 都可以采取网上预约的方式 到基隆医院接种第二剂AD疫苗 或是第一剂的莫德纳疫苗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 结合著名的小留便当业者 制赠了两种口味 共100个便当给三种基隆分院 感谢他们的辛劳 新冠肺炎疫情依旧严峻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 结合著名的小留便当业者 制赠排骨以及烧肉两种口味 总共100个便当 给三种基隆分院 而且都先将便当里面的排骨肉 一条条剪好 更方便医护人员吃便当 借此力挺医护人员 也感谢他们的辛苦 三种算是我们基隆 非常重要的医院 然后在防疫期间 也为我们基隆付出很多努力 那我们小留便当 然后就是非常感谢 三种整个医护同仁的付出 那所以我们特别准备了100个餐盒 然后每一个餐盒呢 我们都主排的部分呢 都把它剪得小块小块的 那这样也方便医护同仁 在用餐的时候呢 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不用沾手这样子 我想真的再一次感谢 我们这个小留便当业者 用满满的爱 也给我们这些防疫前线的 我们这些医护人员 来加油打气 真的非常感谢他的爱心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对于这份爱心和贴心 三种基隆分院表达 由衷的感谢 真的很感谢 这个业者还有议长 带着这么多满满的爱心 让我们医护真的觉得很感动 在这种有时候 不管是多类 好像就是说 有一股力量支持了我们 让我们就觉得心里暖暖的 然后就做起事来也更有利 真的很感谢大家 谢谢 虽然疫情看似趋缓 不过面对更严峻的 Delta变种病毒来袭 市议员宋伟丽呼吁社会各界 一定要继续挺住医护 战胜疫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各位知名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长林永昌 目前疫情非常的严峻 请大家一定要做好 个人的防疫工作 把口罩戴好戴满 并且减少群聚的活动 保持社交距离 避免不必要的移动 这就是把病毒传播电 闪断最好的一个方式 防疫优先 我们会严格执法 加强巡查 不戴口罩就开发 口罩戴好 你我都好 我都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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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还没结束 消防人员还是以第一线紧急救护为主 民众接到类似电话 务必求证 才不会伤了荷包 成了冤大头 记者 黄少民 金融报道 全国升级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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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警戒后进入各场所都要执行十联制但Google表单及紧本十联制的资料却没有获得有效整合及分析 立法院民众党团就召开线上记者会批评政府 让这实联制沦于行使 全国三级警戒后各店家都配合实联制 除了行政院推出的简讯实联制系统外 还有纸本抄写和Google表单 立委高宏安表示 实施至今中央却没有一套机制去整合分析数据 如果今天使用纸本的表单或者Google表单 那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方式去真的把这些也是属于民众的足迹 作为完整疫调使用的资料 到底应该要如何后续来进行使用 如果今天沉入王先生的经验就是 我们的CDC根本也没有任何的计划或者是平台的管道 去将这些资料来做有效的收集跟利用 那这样子的资料收集又有何用 那甚至还包含了就是说今天这些资料的拥有 就是我们今天讲资料收集的单位或商家 他们还必须保管这些资料 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就是增添了许多民众与商家的麻烦 但是这些资料却没有被善用 立委邱成远也表示手写流程的实联制资料 从执行面就有许多问题 政府应该要将相关规定定清楚 各单位才不会无所适从 第一批的记录实联制的资料 无论是简讯实联制的资料 还是各个非公务机关手写流程的资料 都应该要开始进行销毁 但是现在人民的个资到底存在哪里 店家销毁了没 其实也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相关的主管机关出来说明 但是我们要怪的并不是店家 因为很多店家也跟我们一样 对政府整个的目标不明的政策 感到这个捕煞煞 民众党团表示1922简讯实联制 已经实施超过一个多月 但相关法律授权配套措施等均模糊不清 呼吁因加紧跟上脚步 民众才有信心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有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学生想打工 听说要先办卡 还要先买东西 瞎会 有的还要先缴钱 要缴证件 要缴信用卡 还有的只要负责提款 就可以领三万块 这是什么工作啊 怎么这么奇怪 耶 小心有陷阱 让我告诉新鲜人 寻找打工资讯 要记得三要准备及欺负原则 不让假讯息危害你 要陪同或告知 将何显恶 请亲友陪同哦 要确定 检视征才广告内容是否合理 要存疑 主动搜集征才公司的资料 不缴钱 还没赚钱 怎么先花钱 不购买 又不是参加购物团 不办卡 是要帮别人打业绩吗 不签约 别傻傻的被卖了 不离生 又不是笨蛋随便给证件 不饮用 是去应征 不是去聚餐 不非法工作 千万不要胡搞瞎搞啊 快把这三要七不口诀 多念几遍 这样才会聪明分辨 真假讯息 打工才会有保障啊 中家集团关心您哦